行政院長 没有辞职的选项 不过我倒是要提醒傅昆琦委员 您有第三款的选项 您要不要放弃 被国民党团总州傅昆琦怒呛 国会改革复议案没过就下台 行政院长卓龙泰质疑蓝营不敢提倒戈 民进党团总州柯建民再反击 该请辞的是傅昆琦 傅昆琦有宪政常识吗 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 没有所谓的辞职的问题 这应该辞的是傅总召 辞掉总召的职位 宝货昌民党总召应该辞掉 我想这样台湾会短期 急速冷静下来 为反制国会改革法案 行政院六号提出复议 最晚十四号送进立法院 十五天内院会要进行表决 若没在期限内开会 或是获得二分之一以上的立委同意 也就是拿到五十七票 法案即刻失效 反制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委员反对 行政院就得接受原决议 等总统公布后再提示线 而立院也能提出不幸认案 请总统解散国会 让立委全面改选 这十五天以内我们呼吁 而且奉劝民进党团 不要再用暴力的政治意识形态 来杯葛 应该要回归到民主的程序 复议案是要用记名投票 对于复议案应该与赞成 成真第一批勇敢的台湾人 六个而已 请国民党民众党赶快来报名 你们会成历史英雄 全部来让台湾民主 从此站起来好不好 柯建民在对蓝白温情喊话 国会改革法案战线延长 朝野政治攻防持续开打 我们知道说 日前立法院的扩权法案三读 引发十万人上街抗议这个青鸟行动 除了青鸟行动之外 最近应该有发现到 这个罢免立委的声音也出来了 也因此来看 刚才这个整个新闻 在告诉大家就是 行政院提出了复议案 不过对此国民党党团 总教傅昆就呛瞎 他说如果国会复议案没有过的话 你行政院长卓宁他就必须给我下台 真好笑 事实上行政院长这个职务 没有所谓下载辞职的 被笑说你是不是总招傅昆其不懂法 不过很明显的的确 这就是所谓国会扩权法案的延长战 朝野攻防持续的开打 不过我们说政敌要看透透 国民党他敢抢说 如果这个复议案没有过的话 你卓宁太下台 他不敢提说所谓的倒阁 他不敢提所谓的总统要全面解散国会 他根本不敢提让立委全面改选 这是蓝白最深的恐惧 川哥我想请问 国民党现在在想 当然是用以托待变 是不是想说 看是不是清鸟行动之后 不然国民党都撅起来 看是不是用时间的方式去冲散 他们其实还是很希望 所谓的国会扩权散法能够继续走下去 不过又很担心民意反扑 国民党叫这个民众党 他们两个党这段时间就怕 要处理一件事就是乱 就是要乱 这家的这个什么国会扩权 国会乱权 还是国民党说的 叫国会改革 差不多六成的人 做民调六成的人 不知道这立法院在买什么 就看他每天都要乱就对了 这第一 国民党的战略就是让他乱 那通过完之后呢 叫憲法的規定就是行政可以提副议 我们在看电视的很多民众 都不知道什么叫副议 什么外交 反正就提副议 提副议就说再标过一桌 再说一次 对啦 再标过一桌就对了 不要让你说不要让你说国民党现在不决定 国民党就是说 现在科努要叫佐隆太来说看看 好 就是要再标过一桌 那你说要表决的那一天 因为这表决是一次而已 就是 他的表决是一张票 一张票 一张票的设计 上面副议一张票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一张票 同意副议 反对原决议 反对副议 同意原决议 国民党都飞起了啦 这一张票有两个选项 文字游戏 同意副议 逗典 反对原决议 另外一个叫 反对副议 逗典 同意原决议 只能表决一次 就这张票去投票 这样而已 好 去投票这个动作呢 这就会是青鸟行动 聚集很明确的时间点嘛 因为他不用拖一天的你知道 他就是那个时间而已 差不多半点钟 就拖了 所以你说要让这个 时间脱脱 投到青鸟散去 刚好这一次的这个 要投票这件事情 刚好时间点是确定了 而且到时候 哪一天会投票 是非常明确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现在大家 这个不管是 傅君臣 这个黄国昌 两个都呛 如果复议 行政院提的 复议 没过 意思就是说 有一次原来 决定 要叫佐隆太 落台嘛 要叫他 不管叫他辞职 叫他下台 好 宪法设计就是 这个机制上 不是说 富裕没过 你就要下台嘛 不是这个规定嘛 我现在就公开问嘛 好 富裕没过 但是说四线 四线出来 国民党叫这个民众党 支持的这个法条 违宪 违宪 国民党叫民众党的 立委要葬事 是吗 要葬事吗 你们投票的嘛 你诈吗 你诈吗 你们现在投票 都说你们核宪的嘛 现在大华官国材说 违宪 你们几军 六十几个 五十几个 六十几个要死吗 如果不要死 最后富君臣 跟黄国昌两个要死 因为你们两个串头的 不然你去问协议宫 协议宫会说 对了要死 他们是 不要找我 我们是对他们去的 我们是对他们去的 黄国昌和富君臣 你们两个帅公 如果四线的时候是违宪 富君臣跟黄国昌 你们两个要不要辞职 这样不叫一个对等嘛 然后就抢匠 如果是怎么做 现在黄国来抢 然后就黄国昌和富君臣 你们两个是 我跟你说 这憲法里面怎样規定 就是怎样規定 接下来 现在这个按过后 民进党已经说 星期五 要开始巡回了 第一点 快的就是花蓮 就直接到花蓮 花蓮 新北台北 现在先按三点 五六日三天 国民党 今天会知道也参谱 要说吗 要说大家来说 第一个 来赖清德的本命区 台南 两个朋友都在说 好 去台南这边就有趣了 因为现在青鸟遍布全国 要来台北都要坐高梯 坐飞加 坐鱼南 这很麻烦 现在台南的乡亲都在等 我们都告诉你来这扮青鸟 要来听看看 要跟他抢匠 没有啦 要听看看 不一定跟他抢匠 因为台北都逢 这青鸟 整个人都要等 刚才好 在地 你来我这说 我听看看 你说 我听到也有理吗 我请到今天等你 等你 所以大家在等国民党 宣布台南那顶 是在台南的哪里 北顶 第一顶是台南 民政党第一顶是花蓮 这个说完 柯文哲又说 柯文哲又说 欸 哪里都在办 早知道 早知道 就在外面 好好讨论就好了 那还务价在群众运动 他这句话是在跟黄国参共 因为黄国参 这个民众党就没钱 再扳了 因为人籃绿 在扳白影 扳就没效了 可是现在可能有一个桥段 因为黄国参常寄居械 擅长去靠航 搞不好黄国参会成为台南厂 最后压轴大进厂的来宾 例如是黄国参跟国民党 走去台南 因为国民党 那几个说不清楚 什么翁晓玲 什么吴宗宣 那专家都说不清楚 百民听不清楚 百民听不清楚 一定要黄国参清新来解释 所以黄国参可能会成为台南厂 国民党压轴的贵宾 你压轴贵宾轻了就像他 整君都要等你多好 因为我判断 国民党没人说的黄国参 最后还是要靠黄国参 黄国参因为柯文做不办 办这要钱了 要开到柯文做的钱了 民众如果不办 他就叫黄国参说 郭昌啊 你去参加国民党就好了 人家有办 无台带那些钱都人在开 你扶着去说就好 这样的情况下来 其实跟他问说 我们要清廉 清廉现在就整个人 等国民党下乡去 大人去那儿疼 国民党说看看 川哥我请问你 十八号 其实这个 黄孟凯有说 他说党团要找韩院长 协商复议也处理时间 要确认是不是要邀请 卓宏太前来说明 老实说 以国民党的循环 针对于卓宏太院长 来进行所谓的复议案 说明的时候 国民党没可能 这都让民进都这么好过 所谓的复议案 国民党应该到后来 也是撤着 撤着铁的心 完全反对才对吧 这很简单 那刚卓宏太 是要去实证报告 卓宏太站起来 国民党总走 你现在就叫卓宏太 去做复议案的说明 卓宏太的说明 也是整个都走 来乱 国民党来乱 他们没听他说 他们没听他说 你还要咨询吗 还是怎么样 还是要寻达吗 因为这个规则 这个规则现在就 国民党 和王国参冠决定了 这种程序 就是他们两人 这个争效的 意思是这样给卓宏太争争效的 你来 让你说 现在的那天 新政院列了七大理由 七大理由 那边当然还有论述 七大理由 直接被白然说 那个都是选举语言 那个是政治口号 那个都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根本不想要了解 实识的内容 民眾黨甚至還做圖卡 說卓榮泰寫了那七點 寫了內容零分退回重寫 那既然如此 你還叫卓榮泰來報告幹嘛 當然對卓院長來說 有機會站上去 把他的理由一次講清楚 這也好事 可是你不能說叫人來 還沒要聽 你就要搖搖啊 好好的讓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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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設計可以問 這當然也是都沒問題 這是李煥英可以決定的事 不過不可以叫來 還要跟他爭取 所以國民黨後一歡 下一個步驟他們怎麼做 應該有感受到青鳥運動 民意已經沒有辦法支持 看不下去國民黨這樣亂搞 他們難道沒有辦法正式面對 把自己稍微縮起來 這陣子發現國民黨有稍微縮起來 我跟我說 從去哪裡辦 大概就知道 要去台南辦是因為卓榮介 你問卓伊鳳 我現在就公開問卓伊鳳 卓伊鳳要不要辦 現在中華也漏一張 要十萬人的 你辦嗎 卓伊鳳你辦沒有啦 十萬人的你辦一張 他敢嗎 卓伊鳳的實力絕對有 才有辦十萬人 卓伊鳳跳出來說第一 說這一個案子 我們就是要過 總統就是要來 你知道被我們執行 他敢不敢說一對一 卓伊鳳我現在公開問你看你要不要辦 我跟你說要辦的 可能國民黨說 要不然我們來看要來 就是去辦一下 比如說卓伊鳳要辦一下 我說買好了 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還要叫人 要不然什麼人要升起 一定是這樣 譬如說台東 台東那些也緊張緊張 台東上面是因為民進黨有分裂嘛 來當黃建兵 黃建兵 黃建兵你拿手說來 來我們這裡辦 來快來 快點 大軍押政 韓國人快來快來 來我們這裡辦 辦說明 台東部落人好 快點快點來 說看看 說看看 你如果發絕對 那個主理論絕對怕辦 我說這次國民黨要辦的 台東的年齡都縮起來 最好不要來我這裡 不要來我這裡怕事 要不然這次再創八面 再創六塊錢 美玉姐按照川哥這樣講 他剛剛提到就是 民進黨要展開一個月的 這個反濫權或民主的 全台宣講行動 那國民黨也準備在22號 舉行大型的這個宣講 大家都要川哥有說 說柯文哲就說 你當初在立法院當中 你就好好辯論就好 沒這麼大村 現在一直不在所謂的 進行兩邊的這個口水宣講 柯文哲先講到一個重點 但問題是國民黨應該 不會讓民進黨好過 但問題是看到青鳥行動問題 這麼青鳥行動力量這麼大 他們已經縮起來了 是不是接下來又另外用 另外一招 用全台灣宣講的方式 再看看 到底民意有沒有什麼改變 我倒不覺得 我覺得我贊成你 就是意思是說 藍營不會讓民進黨好過 所以藍營呢 他一直就不敢去喊倒閣 他不可能倒閣的 不敢啦 對啦 因為他如果喊倒閣的話 到時候要全部重選 我們可以來分析 會有很多的狀況 那麼多國民黨立委會選不上好不好 對啊 他們也擔心啊 所以我看到有一個這個粉專 他就直接講 他說我沒那麼傻啦 給你倒閣重選 重選到時候民進黨 到時候變成多數黨的話 他不就整個爭笑的嗎 國民黨在幹嘛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講到重點 就是國民黨不敢 那待會民眾黨也更不敢 待會我們再來分析 可是我必須講啦 我認為說不管是綠的或藍的 你下鄉宣講 我覺得這是有必要性的 剛剛益川就有講了嘛 就是說你按照民調 事實上就是說真的很少很少 其實我看到那個數字 好像大概只有兩成多的人 知道說國會改革到底在改什麼 那事實上呢 你如果按照這個大家去投票 民調的話 國民黨大概有五六成的人 你說國會改革他們是支持 那民進黨反對 所謂的國會擴權 是有七成多的人支持 可是你真的去細問這些人 就是說你到底知道國會改革在改什麼 大家其實只有兩成多的人 說他們知道 那也許這兩成多的人 是有來參加侵擾行動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真的在了解國會改革在做什麼 其實非常是少數 那我認為啦 現在你民進黨你要提出負議案 當然你必須要負責任嘛 很負責任去下鄉 去跟人家宣講 就是說到底我們為什麼要反對 這個所謂的國會擴權 我覺得這個是這個是對的 那說實在 國民黨 我也不以人廢言 因為像是王鴻威 他就是認為說 國民黨本來就應該要下鄉宣講 我不以人廢言 王鴻威 就算王鴻威講的 我也認為國民黨應該去講 因為這是他們的責任 你以為你今天要去用這種人數碾壓 你更有責任要去講 尤其你認為說台南 我也鼓勵他們啊 台南這麼綠 台南最原來是綠達 這麼綠啊 對啊 他們這個這個就是很綠嘛 所以你認為去台南 去挑戰台南 我認為是應該 而且非常好 你就深入敵營去講 想給大家聽清楚 本來就應該 不管今天是 不管是王鴻威 或是羅志祥 不管是誰提 就算今天是傅崑起提 我也認為是應該 你本來做一個政黨 你就應該要很負責任去宣講你的政策 這個是正常的嘛 好 那為什麼現在國民黨 我認為國民黨會怕 因為你看你去台南 那確實有很多青鳥行動人 想去現場問啊 他會問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問很多問題 你答不答得出來呢 應該答不出來 這個我們不以人廢言 川哥說應該只有黃國昌講的 比較清楚一點 那他都說的文周周的聽不懂 那有種他們就應該請吳宗憲嘛 那或者是說你就是傅崑起 是不是自己主張 自己要來站 我可以想像這個畫面 青鳥在台下 這些所謂的國民黨的委員在台上 一定會問到結結巴巴 那他還有一招啦 就是說他會就是先報名先贏 那看就是講給同溫層 講給講給這個 就是講給來報名 不要再來作秀了 講給黨員聽 講給這個來臨的支持者聽 那你如果不是國民黨的 就不放你進來 那也許是這樣 我限制人數啊對不對 所以你要看他到時候要怎麼搞啦 他我覺得他如果說 就是說如果一般民眾來聽的話 你會有一個風險嗎 你會不會是有青鳥 或是說不要說青鳥啦 你就說有一般的民眾 他想挑戰的 他來踢管 對這個我會覺得說 這個國民黨要做好準備 相較民進黨也要做好準備 因為民進黨你也是要去花蓮啊 對不對 你也要去雙北啊 那大家有滿腹的問題 我覺得各黨都要做好準備 這是第一個啦 那第二個其實就講到倒閣的問題 就是其實我覺得 現在整個實質的過來 可是我覺得國民黨 你現在也不要講說 好像什麼去宣講啊 把他扯到罷免 拜託你先距離罷免 你還有半年 還有半年多的時間 因為罷免 罷免必須立委任職一年之後 才有辦法 那時間很久的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你不要在那邊 小人之心就說 你們現在民進黨 是在醞釀罷免 拜託連罷免還有半年多耶 半年多坦白講 會都花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跟那種什麼罷免是無關 這反而就是應該對政策 你要對自己負責 第二個回到 回過頭來 你要講到說 那個倒閣的事情 確實 我覺得卓榮泰 第一個我支持他 因為他一定要提複義嘛 他是民進黨的大家長 他是母雞嘛 他當然覺得說 你現在這個什麼反質詢 你這個什麼 說什麼這個什麼 虛偽的 擴權 他要保護行政院的同仁 過來說一次就對了 按照他 他是民進黨 他是行政院長 他是等於說行政院的母雞 他是大家長 如果今天行政院不提複義的話 就代表說我默默接受 我就是接受你立法院 可以隨隨便便 對我的閣緣 對我的同事進行侮辱 或是進行不合理的一個要求 然後你眼睜睜看著他們 為了反質詢 或是為了說 你什麼虛偽陳述什麼什麼的 我告訴你 被罰 那真的就是落實了傅昆吉所講的 我就是要讓你民進黨找不到官員 所以我本來就認為說行政院長他基於他的職責 保護大家的職責 他對於你這立法院不合理的要求 他要提出複議 我是非常非常支持 必須的 對我必須 但是我就覺得回過頭來 你今天卓榮泰他就講啊 你如果複議 如果說不過的話 憲法確實沒有規定說他一定要辭職或下台 反倒是我看你藍白敢不敢嗎 你藍白敢不敢提倒閣嗎 倒閣的話可以順次解散國會 所以卓榮泰很清楚 我到時候真的去做說明的時候 你國民黨一定會說不同意 就不要說不行不行不行 你看喔 他就嗆他說那你乾脆是不是 看你敢不敢 對啊看你敢不敢 直接國會結散 你要不要放棄啊 必須法委員大家重選 好 國民黨會說抱歉真的不敢 我就講兩種情況啦 你現在國民黨唯一第一個跳出來的 就王鴻威啦 王鴻威說好啊 結散國會就結散國會啊 那是因為他跟徐曉欣 他這個徐曉欣跟徐曉欣的狀況都一模一樣 那深藍選區啊 對他們就是優勢選區嘛 所以他就是像徐曉欣的那種講法一樣啊 你霸一個我霸五個我霸五個 可是他都沒有想過別人的心情 除了王鴻威之外 你看現在喔 包括謝龍介 啊不要花錢啦 重選還要花這麼多錢這樣 然後羅志強也是差不多啊 就是他也是反對倒戈 就是你對這些人來講 他們都會覺得說好 這個國民 我覺得只有那個側翼啊 那個那個什麼不言的 他講出實在話 他說我幫你證明 我現在多數黨 我幹嘛跟你倒戈 萬一我選一選 我變我變成少數了 國民黨現在多數 自己想清楚啊 這就跟葉原資的狀況一樣嘛 跟很多人狀況是一樣的啊 對不對 那你說這 剛剛想說這個台東嘛 黃建兵 當時因為撒卡都嘛 其實有太多的狀況都是顯示 尤其台中 台中基本上 都是五十四十九 五十四十九 你再來一次 坦白講 我也不覺得說像羅廷偉啊 黃建豪啊 這些人 他的狀況會比較好 而且你清鳥行動之後 國民黨的聲勢是掉下來 他們掉了十七趴嘛 我最後要講 最反對倒閣的一定會是誰 一定是民眾黨 絕對是民眾黨 因為你現在喊罷免啊 他們可以做必上關 雙手一攤 罷免也不關我的事啊 反正你也罷不到我 我都是不分區啊 哇 你要倒閣的話 是整個全部民眾黨 要全部都要重選 連議席都沒有 他們現在對柯文哲 現在已經就是這個五大案 這個這個上 這個五大弊案 現在五大弊案嘛 那你另外黃國昌對不對 那現在大家也會對這個小草 你都變成回頭草啦 大家對民眾黨是超級不滿的 可是我認為啦 你作為一個負責任政黨 我認為說民眾黨 就應該要提倒閣啊 因為坦白講 你現在搞成這樣 你民眾黨都不用負責任嗎 對不對 所以你民眾黨現在開始做罷免 他們是他們絕對會贊成 因為罷免的話 也許業員之內去被罷的話 黃國昌民眾黨 他們可以提人出來啊 他們提人出來 那也許自己拚一下 可是如果說要倒閣的話 他們是八席全部全部重選耶 對啊 所以我認為說 他們在重選之後 會有八席這樣子的一個票數嗎 大家都其實是看隨他們 搞不好已經降到三席 然後勉強成為一個黨團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對於這個柯文哲來講 他絕對不會容許 倒閣這種事情發生啦 余將軍下一步 你覺得三黨應該有什麼策略來面對 當然不會倒閣啦 當然不會倒閣 不敢啦 不敢不敢 當然不會倒閣 因為剛才講過嘛 如果民眾黨真的配合國民黨說 好我們就倒閣 然後解散了國會 民眾黨就解散 對啊 民眾黨就解散 為什麼 按照現在柯文哲的那個 其實當時他們好像 我們政黨現在拿了三百多萬票 那三百多萬票 其實就是衝著柯文哲來的 就衝著柯文哲來的 那是因為當時柯P的光環很亮 因為他們覺得柯P被國民黨騙 然後呢好可憐 然後大家去衝 把他衝出來的 那現在柯P 柯P是被黃國昌騙 是被黃國昌騙啊 所以如果再來一次政黨票 民眾黨可能只有前兩名到前三名 有機會當立委 其他的五席可能就不見了 這是保守估計 所以民眾黨 告訴你 絕不可能支持倒閣 絕不可能 不信任票絕對不會投 而且我告訴你 不但不會投 他會投反對 因為他不投就讓國民黨過 那話講回來 民眾人想太多了 國民黨也不會同意啦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的區域選票 全部加起來 比他們民進黨還要少 那只是有部分 那叫壓線過關 楊梅啦 板橋東啦 這兩個是最明顯的壓線過關 那麼不要多 就這兩席 如果翻轉呢 國民黨就變小黨了 民進黨變最大黨 所以我才講 國民黨不會同意 這個所謂的國會倒閣啦 這個行政院 倒閣權或者不信任票 絕對不會投的啦 那那些出來講的 很大氣 很大氣 來啊 怕什麼 就來啊 國會解散就解散啊 那些人當然會說好啊 目前應該只有王鴻威敢講 許小欣也許 許小欣也不怕 羅志強倒算保守 羅志強倒算保守 都算深藍選區 問題是重新選一次 不見得會推他 說得也是 國民黨很難講 對不對 那一區 中佩軍不強嗎 對不對 重來一次 中佩軍就重來一次 大家都怕 大家都怕 國民黨深藍選區 他的挑戰 不在於民進黨 對他的挑戰 而是黨內的同志 跟他的挑戰 你被國會解散 重選 你要不要黨內初選 為什麼是你 你都被人家不信任 都被解散了 再來一次啊 那中佩軍可不可以再挑戰一次 許小欣的選區 可不可以再挑戰一次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 所以我說國民黨 深藍選區 他們也不想 他們也不想 因為解散重新提名 對不對 所以我才說這個 柯建民很明白 好啊 解散國會啊 那國民黨現在到底在幹嘛 他現在不是幹嘛 繼續亂 他不是繼續亂 他不是繼續亂 第一個 傅昆奇他們控制不了 傅昆奇他們控制不住 控制不了傅昆奇這一群人 控制不住 因為傅昆奇是 算資深立委 但是呢 他卻是 剛剛回國民黨不久 所以對於國民黨這個將綱 他是 不太不太理睬的 國民黨這個將綱 綁賴世保 或是綁柯志恩啊 或是李彥秀 他們這種傳統國民黨的 這個將綱是綁得住的 傅昆奇不甩你這個將綱 難怪柯建民說 請朱主席出來面對民意 面對民意之後好好處理一下 傅昆奇 柯建民的意思是這樣 對對對 但是柯 這個朱立倫現在面對的倒不是民意 他馬上面對的是 2025年的黨議啊 因為 傅昆奇要跟他爭黨主席 要重選啊 傅昆奇要出來選啊 聽說啦 也許啦 會不會不知道 然後但是目前很有企圖心的是三人組 這三人組只會推出一個人 就是韓國瑜加江啟臣加盧秀燕 這三個是最強組 最強組 因為韓國瑜他不能選主席 他是立法院長 可是他有有力量 那麼江啟臣他不會選主席 因為他要選台中市長 那麼盧秀燕 他非選主席不可 如果盧秀燕加上江啟臣加上韓國瑜 請問國民黨的黨員有誰可以跟他們三個人比啊 盧秀燕就贏定了 那麼贏定了2028年說句實話盧秀燕 當黨主席誰說不能選總統的 所以我講嘛 現在國民黨裡面最 朱立委最擔心的才 立法院隨便 反正不會倒閣啦 反正國會不會重選啊 他要注意的也不是2026 他要拼的是2025 他主席能不能連任 但問題是傅昆奇現在 他仍然會在立法院當中帶頭作亂啊 對對那他看能帶頭帶動多少 多久 對因為他能夠帶動就是一些新科立委 一些菜鳥立委 可能連立法院的議事程序啊 還有整個整個流程還搞不清楚 那就跟著衝跟著跑 那經過了這一衝這一跑下來之後 這些年輕的立委發現 好像沒得到什麼好處啊 對沒得到什麼好處 我又沒有幫台中 又沒有幫桃園 又沒有幫我的家鄉爭到什麼好處 最後滿身傷痕 被罵翻了 所以說他們會調整腳步 調整腳步去問誰呢 問資深的 問李彥秀 問柯知恩 這些資深的立委 很多人說會不會去問謝龍介 不會啦 謝龍介也是菜鳥立委 謝龍介也是菜鳥立委 那麼他去問資深立委 資深立委告訴他們一些 未來在立法院生存的法則 要拚但是不要太衝 要假動 可是不要隨便妄動 對不對 假動我人在就好 要推我都不要動 這樣不容易受傷 你看資深的立委 有哪一個拼命的 國民黨的資深立委 兩屆以上的立委 有哪一個在第一線喊打喊殺的 沒有 沒有啊 都是第一屆剛當選 想要拼鏡頭 想要拼知名度的 後來一拼發現滿身傷痕 所以如果再來一次 他們會不會拼 會不會聽傅崑奇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但是要看朱立倫敢不敢出來 跳出來整頓副崑奇 不會 朱立倫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那怎麼辦呢 這立法院繼續亂下去現在 朱立倫是想辦法收服 庫崑奇 就像上次選黨主席的一樣 副崑奇支持他選主席 否則朱立倫怎麼選啊 那怎麼收服他啊 不用收服啊 就不管就好了 不管立法院繼續亂啊 不管繼續亂 如果國民黨毀了 他也沒當好黨主席 干我什麼事 干我什麼事 朱立倫沒當黨主席的時候 管過國民黨嗎 他在當新北市長的時候 他有管過國民黨嗎 朱立倫在當新北市長的時候 那麼多軍公教上街去抗議 說年輕改革的事 朱立倫有出來講過一句公道話嗎 但問題是民進黨 現在人數就少啊 根本對不了國民兩黨 所以 人數少 民意不能掉 人數少 講道理的力量不能少 青鳥行動不能花起 青鳥這些行動怎麼出來的 就是民意出來 這些人都是民進黨的支持者嘛 我不相信啊 我絕不相信 民進黨有這麼大的號召力 所以不用動員 隨便叫出十萬人來 民進黨 當時的立委怎麼會輸 一定贏的啊 對不對 就這些人有一部分 當時是相信了柯文哲啦 有些人是覺得 民進黨八年實在太惡霸了 所以我要給他一點教訓 就跟當年我們教訓國民黨一樣嘛 教訓到自己嘛 對不對 國民黨太惡霸什麼都不管 讓他變最少席次 所以變了二三十席這麼少 最後還是一樣啊 原來發現一件事 國民黨真的不爭氣啊 真的不成熟啊 這次就是啊 教訓一下民進黨 最後教訓到誰 教訓到自己啊 國民黨到下鄉去做這個國會武法 這個擴權法的一個說明 只有一件事 講明白就好 這個國會擴權武法 百分之百 不會讓平民百姓到立法院去 這個接受 不管是背詢 調查 都不會 百分之百不會 他不敢 根本也不可能百分之百 王國昌說百分之九十點九 九十九點九九 還有零點零一 你只要有零點一就不行嘛 對不對 你吃飯 我今天去吃這個 這個滷肉飯 這滷肉飯安不安全啊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五都安全 沒有人去吃 你一定要講百分之百嘛 百分之百不會 百分之百沒有人民 百分之百絕對罰不到人民的錢 敢講嗎 你講百分之九九 好了九十九點九九九九 人家都不買單 我要的是百分之百 就是絕不可能 國民黨敢講嗎 不敢講嘛 人民只關心這件事 立法院是人民的公僕 是我投票投出來 為我們反映民意 為我們爭取福利的 我不是投票給立法委員 叫你抓我到立法院去受審的 問這一點就夠了 所以我說國民黨這個下鄉這個會 溫暖選區不會辦 因為怕辦了傷到自己 艱苦選區不敢辦 因為辦的話怕被罷免 所以我說國民黨最好的方式就是 喊一喊就好 然後呢6月14號吧 副議以後還要再投一次票 那麼投票當天 國民黨有一些你擔心自己這樣做 覺得不太對勁的 你可以用肚子痛 可以用塞車 可以用各種方式 那如果假動不到 不夠罰兩萬而已 我相信這些立委都罰得起 總比你被大家連署 然後緊張兮兮 還要再選一次來得輕鬆 所以于將軍有提醒 國民黨如果辦這個 所謂宣講活動的時候 最好對自己做很多的保護 因為青鳥會給你很多的回饋 稍後回來我就很好奇了 民進黨要提出一個月的 反濫權互民主的行動 全台灣進行宣講 川哥也好 執行長還有蘇培議員也好 會不會去 那如果去的時候 他們會講什麼 我們稍後回來 網紅波特王自創罷免歌曲 衝著新北板橋立委 葉元智而來 MV還使用致命八點檔 捏爆橘子的畫面 象徵罷免葉元智 吸引大批網友超勝 製作梗圖宣傳 不滿藍白聯手讓國會改革法案過關 全台民眾發起罷免國民黨立委活動 而王洪威前一天這段話 也讓自己捲入罷免漩渦 如果我可以做主的話 我就給你倒根 就給我解散國會 你民進黨這些人 你們是有多強 你重選我告訴你很多人屁屁錯 網友發文痛批 全台唯一不怕倒閣立委 議員選上落跑 立委論證亂搞 七十天領兩次補助款 兩百五十九萬 難怪只有他敢喊 因為重選又能領錢 為反制罷免國民黨規劃 走遍二十二縣市 要讓各區立委到選區重申 改個立場 第一場將在六月十五號舉辦 地點就選在總統賴清德本命區 台南開獎 第一場一個非常偉大的創意 可以得政治諾比爾獎 國民黨不要躺臂擋身 以暖即死 你的所有活動的超越 主事節我都幫你想好了 反現在反民主 挺購錢 挺乾坤 民主的諾曼蒂登陸 國民黨頑強抵抗 對抗民意的時候 可以看到 民主的紐倫堡大神 國民黨 豬永江整黨滅黨 青鳥代表的是一個自由 希望還有幸福的一個象徵 那去反制這樣子的一個期待 還有目的 我想這個是跟人民的這個意志 還有包括社會的一個期待 其實剛好是在相反的 不只來迎又下鄉 民進黨也將啟動全台宣講活動 十四號指導花蓮 開戰國民黨團總召 復婚期 十五十六號重返雙北 要和青鳥守住台灣民主 下個禮拜五 川哥我們民進黨要在華蓮 辦那個宣講活動 禮拜五是華蓮在 民進黨在華蓮 後禮拜六是國民黨在台南 剛剛那個余昌軍也說了 一場是這個謝龍健那邊邀的 另外直接進入到 那個復婚期的本命區 你應該會去 我應該會去 黨中央還沒還沒規劃 那我不能害你 但是大家都希望你去吧 沒有就是 因為最主要是去解釋 為什麼這個 這一次是國會濫權 要去解釋嘛 那解釋 解釋的人要會解釋 那就是你啊 這是重點 就是你啊 大部分都會是立委啦 大部分都會是 可是你是政策會執行長 那我去 我不一定要上台嘛 就是說 觀眾喜歡你啊 沒有啦 他可以拍照 他可以拍照 就是 大家來跟他拍照就對 當年行立法 就是大家 那就是說在立法院有參與的那些立委 他們其實比較 比較 能夠熟悉那些整個運作的過程 那第二個 也不排除可以讓一些這個青鳥啊 他們也許可以 有啦 你們在規劃了啦 對 讓青鳥一起來 對 那就是 用這種方式 跟 跟人民溝通 因為有時候在電視上 或者是就太 太短暫 就是不太容易溝通 那因為青鳥的群眾有一個特色 青鳥的群眾啊 一個比一個跟他們說 你如果有去過現場 你就知道 那有時候一個剛才說 旁邊有十幾個 不怪我 宇翁君說你台南去中 你如果說你國民都去台南 青鳥去的會被吐到 講不出話來 但上次青鳥有些 譬如說在監察院門口 我就看到有一個人 就站在那裡講 旁邊十幾個 然後也沒有麥克風 就在那邊講 大家就在那邊聽他講 講完之後就說換我講 也沒有人在主持 所以青鳥其實是一個 蠻自由的一個 一個演講的方式 所以這一次我們也還在 大概就地點訂了 這些地點訂了 但是整個的這個活動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 形態 還會再跟這一個 黨公子大家來討論一下 這個大概是我們這一次的 那不會只辦三場 就是 辦的原則是這樣 辦的原則就是深入敵影 深入敵影 花蓮是第一個敵影 深入敵影比較重要 第二個你剛剛說是台東是不是 就是 這你要去的地方 不要跑去舒適圈 就是說你要去 因為你是要增加這個 我們論述的這個基礎嘛 所以要讓更多的人 知道 知道說這一次為什麼 是濫權或者是擴權 所以在整個 整個的規劃上 也許會穿插 但是會以 這一個 比較我們必須去擴大 去擴大這樣的一個支持 或者是擴大 就讓青鳥能夠參與的 這個支持 然後選擇地點 就是民進黨接下來要努力 跟推動的地方 要讓民意能夠更高張 要讓國民黨徹底的 揪起來 一方面是說 把這件事情講清楚嘛 因為剛剛 包括明玉姐講說 有兩成多嘛 那我看到的是 知道大概四成左右 三三四成 有四成 就是說 知道了 李煥他在無聲的 知道了你收拔就對了 對 然後大部分都不知道啦 所以必須去下鄉去跟大家溝通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什麼狀況 那因為為什麼要比較 比如說選擇花蓮 因為花蓮的媒體啊 花蓮在台灣的媒體上的這個 曝光會比較低啦 所以呢在地 因為在地有在地的關係 所以在地人能夠接收到 這個我們談的這些問題的 深入的內容比較不容易 所以需要到那個地方 跟大家面對面的接觸 才能夠把這個理念傳出去 崔北議員 剛剛川哥說深入敵營 不能只是在同溫層 必須到那個艱困選區 那台北就是你的責任啦 是啊 台北對民進黨來講算蠻艱困的 而且台北因為是 青鳥市場活動的重要的地點 那就我自己在地方跑 其實大家對於青鳥都非常關注 大家想說奇怪 1月13號不是才選完 選完應該就要平平靜靜 接下來就應該是 國會推動法案 讓這個國家繼續往好的方向前進去走 為什麼居然大家會連續打了四天 這是一個年輕 非常年輕的一個女生在問我的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我們要提複議 國民黨一定也會有反制的動作 我們到每一個地方去說給人民聽說 為什麼行政院要提複議 為哪裡有自愛男行 而這個法案哪裡有擴權 匯聚傷害到一般人民的人權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一定要做的 如果大家看臺灣最前線都聽到你講過 聽到川哥講過 其實都聽過啦 對 可是不是所有的人民都會關注 或者聽一次可能聽不清楚 對 就是黃國昌講的啊 我們是優秀的代議士 一般的人民都忙著過生活 所以把這種法案查弊案的權利 就交給代議士就好啦 可是立法院的代議士有誰 立法院的代議士 有顏寬恒 有羅明財 有傅崑奇 有陳超明 這樣子的人叫做優質的代議士嗎 而他們通過的法律 就如這個吳宗憲所講的 什麼叫做反質詢 法案通過之後 我們再來好好的討論 然後包含到底要罰20萬元 還是20萬新台幣 這件事情 都要在三讀的時候 修正文字那邊忽北勤奏 這樣子叫做優質的立法法案嘛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我們要到 下鄉去講 包含剛剛這個 這個我們執行長有給我指示 接下來是我們要先上課 我們所有的 你們先上課是誰 因為就如剛剛川哥所說的 我們畢竟不是立法委員 在立法務院裡面的工房 到底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真的是立法委員會比較清楚 那所以藉由立法委員 來跟大家講 跟所有的黨公司 因為我們 我們都是黨的代表嘛 所以我們到第一線去 大家一定會問我們說 到底會是什麼事情 為什麼國會改革法案很好啊 你們民進黨要反對 然後國民黨要把你們黨打得這麼慘 然後你們現在還要提複議 而且接下來如果我們複議不成功 我們還會提視線 把那個複議的真決的理由 讓大家更清楚更了解 所以要把 而且我們的這個戰線 可能是從複議還要拉到視線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黨公司一定要每一個人都能夠理解 每一個人都能都要能夠講 所以民進黨有想過 如果國民黨一直死爛招的話 視線啊 誰怕誰 視線 如果複議不成 視線可能是必然的啊 因為 它是直接侵害到人民的權利 如果民進黨也提視線之後 意思就是國會解散 重新再來選一次 如果 如果國民黨或民眾黨 不同意這樣子的話 他一定就是要提不信任案嘛 對不對 就是提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就是倒閣嘛 倒閣就大家重選嘛 可是我認為藍白不是每一個人都是王鴻威嘛 王鴻威說起批過而已嘛 我告訴你 如果複議的 接下來藍白一起下鄉去講 你知道藍營其實要面對民意 你講的不會只有你說的 因為這一些人如果關心的話 他可能綠營這邊也會聽 藍營也會聽 他到時候到你的場去問你說 到底什麼叫做反質詢 當然 到底我會不會被抓去立法院被你問 你剛剛講說99.99不可能 我剛好是那個0.001 0.001 如果臺灣兩千三百萬人來講 也好幾千個 不是啊 那就表示會嘛 我上次算過了 他說百分之九十 黃國昌說99.9的不會嘛 我算完大概還有兩萬三千五百人 會有兩萬三千兩百人 正義的案子 而且我要跟你講 我們臺北市可能是最多的 因為臺北市那些公司什麼是最多 人最多 所以我們可能的機率最高 然後人家去你的場說 我會不會是那個0.01 你要怎麼樣回覆他 然後包含這個 我可不可以請律師 等等的 你要怎麼樣回應人家 如果你沒有辦法講清楚 說明白 同時下鄉 到底對藍有綠還是對綠有利 我覺得國民黨要想清楚 如果對你不利 然後你還一直繼續講 我告訴你 這些都是會對 會為罷免案增添柴火 時間一脫長 時間就到了明年二月一號 業員職 還有包含一些這個 修書 比較淡薄的地方 我告訴你 他們都要等 比如說 你桃園的圖捐集 你要不要去觀音幫他辦一場 我告訴你 圖圓捐集說你不要來 你如果踏進我的範圍 我就 我就冰冰 我就給你開除黨籍 我告訴你 真的 你來之後 我可能馬上要面臨 二月一號的這個罷免的案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 下鄉去講這一件事情 我覺得綠營 其實是已經做好準備了 因為我們這個所有的說法 還有包含青鳥 也期待我們這麼做 要上課了 對 所以這個我們絕對會去做 但藍營 就是說柯總召 不管是柯總召講的啦 或者是說民進黨很多希望有一些 這個有志之士能夠起義來歸 是你們真的要想清楚 你們現在能夠祈求的 就是好好的過 就可以做四年 如果你真的下鄉去走之後 你的選區的民眾 對於你們這樣子的擴權 對於藍白的擴權不同意 你真的這樣子去辦完之後 你增添了柴火 讓你被罷免的機率就增高 而且就在你的選區裡面 青鳥就來集結囉 現在是青鳥在每一個地方 在網路上面 他沒有集結在任何一個選區 對 你一半下去之後 你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 然後人民覺得說 我給你機會做立委 結果你那去把我擴權 還要叫我去問 到時候他就集結到你那邊去進行罷免 我覺得對很多的藍營跟這個 其實只有藍營啦 因為白營就全部都是不分區 所以不差嘛 對國民黨這些消失差 很少的人來說 我要說他的風險會很大 尤其是台中啦 台中那世襲 拜託要不是去年 要不要 要不是這個 是在1月13號的選舉的時候 藍白河在台中示範成功 這世襲有很多人是不會上的 所以你現在如果再去說明 比如說這個羅廷偉 就一直跑端午節的時候 就一直跟阿姨講說 台北的事情 你不要看啦 電視不要看太多 我來這邊叫姐姐就好了 你們都不要看電視 你到地方去辦說明會 羅廷偉就要開始去面對說 我連立法都學不會 我就先學會擴權 這對這個台中的 這世襲的國民黨的立委來講 其實也都是很大的挑戰 所以端午節過後 可能到6月底 這兩個禮拜的時間是輕鳥運動 它如何繼續發散 或者是如何集結的重點時間 這個重點時間 隨著民進黨下山宣講 國民黨下山宣講 就要看接下來會如何進行了 不過來看到國民黨的問題 真的很多 傅崑奇他強行通過國會改革法案 還拋出要費監察院 還要花東三法 其實很多人都說傅崑奇太粗糙 很多人擔心傅崑奇用個人主義 聯合黃國昌 挾持韓國瑜令朱立倫 國民黨的茶內風暴 茶壺風暴 一樣繼續在發生 因為很擔心危機到明年 朱立倫 黨魁的連任之路 我們稍後回來 頂著艷揚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端午炸旗展開花蓮兩天單車行 第二天還騎到花東縣界 用自己的流量就花蓮觀光 不過前一天卻有民進黨台北市議員 李建昌發文 成因為花蓮人多數支持傅崑奇夫妻 所以有人發起不去花蓮收費 有點贊成 立刻周網友出征 他才趕緊道歉 說因為看不慣立委傅崑奇收莊的亂陣行為 但其實柯文哲對傅崑奇的花東三法也有意見 前一天才喊話三法應該分開討論 更指出環斗高鐵天馬行空 最新又呼籲花東快應該優先做 至於那個什麼國道六東連環島鐵路 該做的不先做 後面那個講一道在幹什麼 所以還是那個政治上還是要復實 柯文哲切割傅崑奇 卻忘了環島高鐵草案 修正動議上也有自家黨團總舟黃國昌的簽名 不過這連國民黨智庫都踩煞車 傳出智庫建議各方面需再評估 其中財政方面雖說不用特別預算 但還是會排擠其他建設預算 環境方面特別法中明定建設 必須十年內完成 技術上也有困難狠狠打臉復婚奇 名嘴點出說BOT政府免出資 但以高鐵為例政府還是得出手 黨團首席副書記長林思民 現在也說法案暫緩推動 藍營紛紛跳車就怕被貼上前坑法案標籤 剛才我們看到的是因為花蓮大地震嘛 那麼需要重振當地的觀光 柯文哲主席這回五月這個時候 在花蓮就騎單車要振興經濟 那你也看到記者問他說花東三法 前一天柯文哲主席說 這個三個案子要討論 尤其這個環島跟高鐵是天馬行空 貴士今天又說 他說花東快速道路應該先做 他在想什麼 他就是先想切割 因為你要知道剛開始那個花東三法 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林國成第一次他就 第一個就直接發言嘛 他說沒有不贊成的理由嘛 張祺凱就一直喊說BOTBOT 結果你看柯文哲說的 居然跟他們立法委員不一樣耶 所以我覺得這是柯文哲在民眾黨 內部很大的隱憂 他不是每個禮拜二五都會去民眾黨 黨團開會嘛 第一個他怎麼不知道黃國昌去簽的那個草案 他恐怕真的是不知道 第二個他怎麼會 跟他的立法委員口徑不一致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嚴重 就是說柯文哲的內憂 柯文哲的外患是什麼 我跟你講他現在一定要很小心 因為民調這樣掉了12%耶 現在柯文哲那民眾黨的支持度 和你看他這一次騎腳踏車直播 你看他那些數據都在裸奔 什麼意思都沒人看這樣 對啊一個民調掉12% 今天下午4點 他在騎腳踏車的時候 才800多人在看耶 他不是起碼都破萬嗎 不是 對啊你要去想 才八打多個 也就是選前 他直播都是幾萬人 幾十萬人在看 對 結果現在在裸奔 你就想想不出來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他沒有裸奔 他只是說民調裸奔 我說的是數據裸奔 可能沒有網軍啊 可能沒有小草的力量 哇一出來不到千啊 800喔 對啊 所以你說他會不會緊張 一定嘛 所以人家就有講說 你現在 你那個傅崑崎開那個崑崎號有沒有 你這樣一直繼續要再衝下去 你會不會跟民進黨兩個火車對撞 一定會緊張嘛 雖然他是號稱 2秒內可以停殺的男人 但這個我是不知道 我是不清楚啦 但是重點是柯文哲一定怕 所以你看這個崑崎號 柯文哲第一個 今天就馬上宣布下車 這就很明顯啦 因為再繼續下去還得了 而且他下車的多快 撇的多乾淨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為什麼現在 因為就有人問說 你民眾黨要不要也下鄉宣導這樣 他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你們不在 立法委員在委員會好好的辯論 然後再去表決就好 川哥剛剛講民眾黨其實也想 但是他辦不起來 沒人沒知識者要跟你宣講 你這樣講就 因為剛剛川哥是 他是揣摩柯的心意嘛 他果真被他猜中 因為柯文哲今天對於這一題 他就直接不答 直接說那個宣導是有什麼用 你為什麼不直接在立院吵就好了 那意思就是什麼 就算你黃國昌說要辦 我民眾黨也不跟你配合啦 他插不起來啊 對啊 黃國昌可以自己辦啊 他聲量那麼高 黃國昌是可以自己辦 可是你要知道 他前天不是去那個什麼 匪夷所思什麼 跟人家專訪嗎 淡其匪 阿倫他一講就講兩個小時多耶 一直沒被激動不是嗎 講這麼久 欸 講這麼久 講完 人家給他剪一個小時多 他就受不了了 他就激動 我問你 你現場宣講 誰可以聽你黃老師講兩小時半 屁股都痛了 川哥講個20分鐘應該換人講嘛 換不同的人來說不是有趣嗎 這種活動講20分鐘就很厲害了 厲害啊 大概都是8分鐘10分鐘 大概就極限了 要講半個小時那個都很難啦 如果現場又一堆青鳥舉牌子 放歌 又在那邊充死表 你覺得他受得了嗎 一定受不了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認為就是任何政黨現在 為了要跟社會溝通 最擔心的就是社會 因為這個三毒啊 或者是等等會分裂 所以其實我覺得下鄉溝通都是好的 那我只不知道說 國民黨下鄉溝通的對象 是不是這些青鳥 因為就以數據分析來說 你要知道第二場青鳥運動 也就是說 在這個國會通過三毒的時候 哪裡的聲量最高 最在乎這件事 其實是台中 台中啊 對 而且台中他那時候的第二場 是第一場的人數啊 差不多是五到八倍以上 所以台中青鳥的這種行動啊 其實是更有動員能力 所以我就在想說啊 國民黨如果要去台南 不如你也可以去台中 啊台中你順便可以測試看看 這個廖偉翔的肌肉還硬不硬啊 對啊 對啊 因為你看 我覺得王洪威現在很硬啊 王洪威現在就是馬上喊說 對哦我是我是鷹派的 哦我覺得就倒戈這樣 其實大家也不要忽略民眾黨 我跟你講 雖然我以前對陳志涵有點意見 陳志涵啊 那個戰狼有點意見 我跟你講他是預言家哦 為什麼他1月24號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他那時候就說嘛 如果我們對隔魁不滿 我們是可以倒戈的哦 哎 被他說這種話 因為我坐在他對面 哦 對那時候對不對 在永台 對啊 所以他是預言王耶 所以我也是覺得說民眾黨有Guts 那你就可以實現你1月24號的野望 所以柯總召才說啊 讓這些有良心的立委回頭施案 有沒有可能民眾的結合民進黨 用人數碾壓國民黨 哎 我是認為是這樣子啊 今天我們國聰哥 他說他遞給你的是橄欖枝嘛 啊 這柯總召的意思是說啊不要給我啊 你去給那個傅昆期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如果你黃國昌哦 真的有心 他會遞出來的是蔥 哦 不是橄欖枝啊 對啦 可見他其實沒有什麼心意 而且他已經說好 他想要合作的法案 是這個烤監嘛 啊是財色劃分法嘛 並沒有所謂剛剛講的哦 國會擴權這個部分 所以我是認為說 起義來歸對民眾是非常困難的 那民眾的個性是絕對在旁邊看好戲 就看你們國民黨在台南會遇到什麼狀況 就看你們民進黨在花蓮可以搞出什麼 那今天就很多人來問嘛 所以奇怪啊 柯文哲一個人在花蓮騎腳踏車 怎麼都沒有看到縣長 據縣民報告 我說前幾天好像縣長去哈娃伊 你說徐真衛去哈娃伊 去去哈娃伊 去一個熱門的觀光景點 推轉花蓮的觀光 那代表的是 代表人家也不鳥塌 對啊 代表花蓮比夏娃伊好玩 希望爭取夏娃伊的人來花蓮觀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人家就講花蓮王花蓮王嘛 你今天復崑奇這些花東三法 是真的要為花蓮人的話 我建議啦 真的啦 你們家在花蓮這麼久 真的要先用心把花蓮觀光做好 是比較實際 所謂的花蓮三法 到底真的是不是為了花蓮好 其實在花蓮當地 有很多的民意代表說 我們花蓮不是復崑奇的 而事實上我們帶你回顧 二零一九年 因為這次我們一直在講花蓮三法 我們特別講出這段影帶 這個影帶是當時二零一九年 當時的復崑奇總召 他說他為什麼要推所謂的花東三法 我們帶你來回顧他怎麼講 在非洲做一條高速公路 不要一年 在大陸過一條做一條高速公路 不用半年 台灣做一條 台灣做半條省道竟然要十年 簡單說就是堂塞花蓮人物 根本不想用錢來投資花蓮 更重要的不是舒花蓮二級而已 我們國道六號一定要打偷 這個發國際的BOT標 蔡英文你不要再說你沒有錢 不要再說國庫破產 你揮霍了這三兆多的 什麼風力發電 所謂前瞻計畫 所謂的光電發電 三兆多 你有問過哪一位花蓮鄉親嗎 現在沒有關係 你不需要出錢 由花蓮線來發國際標 來發國際標 中央政府擔保就好 70年的合約 讓國際的工程企業集團 來把國道六號最後的一里路 22公里把它打通 讓花蓮到台中 只要一個半小時 多不到兩個小時 中部六縣市六百萬人 都能夠來到花蓮 創造在地多少的就業 跟發展的機會 這個是花蓮人共同的心願 而且不用兩年的時間 就可以打通 就是我們從一些資料在當中找到 2019年11月27號 副昆吉總紮說的說法 他說其實從頭到尾 我就沒有兩兆啦 我是採取BOT的方式 他說蔡英文總統 我是政府裡面出錢的 這是當時他的說法 那這個是整個的總結 我想請川哥來幫我們說說 他說國道六號開出的是國際標 不用兩年啦 那個中央 中央山脈打通 我們說不用兩年啦 不用他十四個月啦 就能夠打通 川哥我記得你本身 對土木建造是非常瞭解 當時你在節目當中 就告訴我們說 中央山脈要進行 其實是一個大工程 但是他說得真的耶 依據我對傅昆吉實力的瞭解 他既然能夠講出兩年打通 然後花蓮縣開國際標 然後花蓮縣政府開國際標 中央政府擔保 然後連線使用連線是七十年 代表有廠商 你說有人願意味來做就對了 都說好了 對於那個人炒端 有可能有人炒端 有可能啦 有可能有人炒端 說這簡單啦 打這個 他說中國做一條什麼國際標籠打通半年 什麼台灣的幾十年用不好 這兩年就打通了 然後呢 可以VOT七十年 花蓮縣政府開國際標 中央擔保 這是他二零一九年講的 可是他最近說這是韓國語的願望 他最近不是講國道六號打通是韓國語的願望嗎 好像現在把國道六號打通這件事情變壞事了 為什麼這樣說 那是他講他就說 我很早就說拜託我做任務做管理我就都說了 再打到韓國語 如果這是好事 請說了嘛 現在為什麼說其實這是韓國語啦 這不是我啦 他發現他說這個想法說不通了 對然後呢 他這一次在花蓮縣選立委 他的攀棒只有五個字 叫決戰花冬塊 所以他現在整個縮回來就只有討論花冬塊 然後這一個柯文哲也跟著他 講花冬塊掀蓋 花冬塊本來就在進行中了 因為今年八月這一本期末報告就會出來 大概九月十月交通部就開始啟動相關的 花冬就花冬快速道路 對就從這個花蓮到台東的快速道路 這民進黨做很過的啊 這個評估已經評估好幾年了 都過了嘛 路廊沒有路廊不好找 因為我們南北向 因為花蓮的地形的關係 他中央山脈海岸山脈 海岸山右邊叫台十一線 靠海了這已經沒有路廊了 那海岸山脈到中央山脈中間叫花龍縱谷 花龍縱谷就台九線跟一九三 也沒有其他的路廊了 那沒有其他的路廊現在要找新的路廊 現在要徵收土地 那徵收土地就會進入到原住民的這個傳統領域 然後或者是到地質敏感區 或者到地震帶 所以對花東快的這一條 要找租這一條路廊啊 難度是非常高 所以什麼國道六號延伸 什麼高鐵環台 那都縮起來了 對 因為現在連朱立倫都說 這幾條已經黑了嘛 就不可能 現在包括國民黨那些 現在圍繳復崩崎的 包括柯智恩啦 包括這些李彥秀啦 什麼智庫啊 圍繳復崩崎的 這是花龍縱谷的所有的理由 我們這段加兩三個月都說了 兩三個月都說了 這個過去啦 是台灣不行啦 這個要開國際標 我中方想像說 300度的山裡頭啊 誰進去施工 對 哪一個勇士有辦法進去忍受300度 附崩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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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附崩崎說他有辦法 所以這些包括財務上 賴士寶說財務上不可能 因為賴士寶是工程經濟的專家 他最會算這個 他也知道這都不通啊 那技術上他們智庫自己寫的報告叫做什麼 人定不能勝天 當時我們就想說 有記得柯建民有說就是中資啊 就是一帶一路的概念啊 就是變成中國都出錢嘛 我有錢 怎麼工程都可以完成 所以我都可以公出工 兩年就可以打通 然後70年的VOT的騎乘 然後發國際標 原來的提案裡頭還有國家主權基金嘛 引入別的國家的主權基金嘛 現在全世界用國家主權基金 再幫別人投資建設 只有兩個國家 一個中國一個新加坡 就是一帶一路的概念 新加坡是淡馬錫 他們投資的項目其實都蠻精準的 淡馬錫的這個營業的績效是不錯 那中國的這個一帶一路的這個基金啊 他們幫了包括譬如說幫意大利 像這個希臘蓋鐵路啦 然後也到這個印度還是哪裡蓋鐵路 然後也去給人家蓋了荷蘭的一個港口 現在荷蘭還不出錢 那港口現在變中國了 對 只有中國會做這些事嘛 所以傅昆奇在今年二三月成立了 叫一個RCEP RCEP就是專門在跟中國 就處理這種經貿的一個組織 在立法院成立啊 就成立一個類似聯誼的組織這樣子 都顯示照柯總召的說法說 那個時候早就知道他要處理這個國際標嘛 因為在傅昆奇才剛當選他們總召的時候 就約了鄭文燦副院長跟柯總召 討論說這個花東三法要採用國際標嘛 那個時候柯總召就說 這就是要創一帶一路的嘛 就台灣沒錢用一帶一路來用 現在都一一應驗了 那這些應驗了以後 剛好這一次的這個國會擴權 國會濫權這個法案一通過之後 國民黨立委都縮起來了 現在全部跳進來咬傅昆奇 所以傅昆奇這幾天刑警很壞 包括他們黨團開什麼幹部會議 六月一號傅昆奇 你說七月十六花東三法要過 六月二號早上八點十五分開幹部會議 幹部會議裡頭沒有傅昆奇 因為說傅昆奇來不及來 他是總召為什麼可能沒有他 不是傅昆奇怎麼來得及來 這個花蓮到到這一個台北的飛機啊 發蓮到台北飛機 禮拜六的飛機啊是早上九點多 那個時候傅昆奇人在里一潭 畫龍點睛 背不符啦 禮拜天從花蓮回台北的飛機 是晚上九點多的 你把它開就早上八點十五分的 好那你就叫傅昆奇坐火車 第一班火車六點太魯閣號 從花蓮發車到台北的時間是八點二十分 八點二十分你把它開八點十五分 傅昆奇用走的背車路很快 你都不會付 你是在當下的喔 開幹部會議總召 你不用喬總召的時間喔 你就專門搞一個總召不能來的時間 然後侯孟凱主持 然後拿出那本智庫的報告 說這不會通 然後就直接講 隔天禮拜一就說不會通啊 然後那個智庫的報告 就流到媒體了 對 那這不是全部人都在弄傅昆奇一個人嗎 不怪傅昆奇現在 直接沒接收媒體 人家要給他問的時候 走開走開 我講什麼你們是聽不懂這樣 整個心情都壞掉 所以不知道那天拜五 要處理那個祝國團的案 有沒有 傅昆奇就不假動 對 傅昆奇不假動 國民黨現在說 民進黨怎麼可以假動 出阿波 民進黨的假動前一周發佈了 民進黨發假動 國民黨一定知道啊 因為國民黨每次發假動 我們都知道啊 彼此都知道發假動啊 國民黨 為什麼看到民進黨發假動 國民黨不發 為什麼 不昆奇很簡單啊 你們很厲害嘛 有好 你們全軍都很厲害嘛 現在都敢不完嘛 你自己的案子 你很厲害 你自己去動完啊 我總之不想跟你動完 你多厲害 你又沒過 就沒過了嘛 接下來所有國民黨的各種各式提案 你最後還是要回去拜託傅君奇嘛 喔 副君奇總召啊 他不下 他不下動員令 他不發假動 鴻孟凱敢發嗎 那為什麼國民黨 現在很多委員都討厭總召了啊 討厭總召啊 案子都不要處理啊 欸 我們在處理國會改革時 你們聽我的 我現在要處理發動 這三法時 你們整個都把我撈跑 你要撈跑 要撈跑的時候 你們國民黨所有的案子 我副君奇做總召 還有一個會期的 這個會期到明年二月 都是我副君奇總召啦 你們看你們這君多厲害 再說啊 你們告訴我 拜託我來動員啦 拜託我發假董啦 不然你們的案子不會過啦 副君奇當然也要強起來啊 不然副君奇 副君奇如果沒有強 如果去去花蓮 回去找呢 回去花蓮 花蓮市的衛家 還有花蓮的那個議長 整個人找了 你很厲害的 台北富翁萬里 找死人 連結法都三法做不出來 什麼炒大 什麼國道 什麼華蓮 我們要有高鐵 講講那麼多 你也沒辦法 你做總召幹部 見笑事 星期五民進黨要去花蓮 副君奇要怎麼處理 對 所以現在 你會去花蓮 你會去嗎 星期五第一 我應該是會去 會去喔 對 副君奇要去嗎 副君奇 他都是拜五銀行回到花蓮 所以 他也不一定會去 因為他去要做什麼 那 我說這樣的狀況就是 花蓮的人 現在也看副君奇的表現 因為副君奇是花蓮很強的 對 他說話發水的堅鍛 現在整個人看到 國民黨在圍剿副君奇 對 花蓮的鄉親 如果挺副君奇的身材也不爽 說你去給我們總召 你們這國民黨 怎麼去給我們總召 那人家也會有一股怨氣 第二種怨氣就是說 副君奇 你也不太厲害 說到這樣 太厲害 笑死人 第二組人會笑他 第三組人就是討厭副君奇 終於有報應了 所以副君奇現在心裡應該是很痛苦 因為現在領導的這個國民黨 立法院黨團也不知道怎麼領導 靖妍 按照剛剛我們從一剛開始到現在 其實國民黨在幫副君奇說爛攤子 你不覺得嗎 第一個有了這個總召 就是違法譽違 然後通過這個國會擴選法案 然後一直到剛才我們討論到花東三法 它其實已經個縮起來 你們國民黨內部的問題很嚴重喔 我覺得是這樣 無功不受入 這個所以前幾天收到副總召的西瓜 我決定今天幫他多講幾句話 他送給你什麼花蓮大西瓜 對花蓮大西瓜 我們現場有人有拿到嗎 我們收到西瓜刀 沒有 你收到西瓜刀 沒有他看來做的 沒有我是黨代表啦 那你應該拿大家吃一吃啊 幫你吃啊 今天搬到節目上來有點重 搬不到 花蓮西瓜真的是好吃 大家多多支持啦 很大 很大 對不起換你 對所以說我覺得這個副總召現在應該是想要唱一首新書下兩哉 你看他覺得這個心裡有苦說不出來 有種這種負背受敵的感覺 那個負要改成負崑奇的負了 他覺得說你看 明明我想要推動的 這個都是對台灣有利的建設等等這些 我身為花蓮縣選出來的立委 我想要做這件事情啊 結果咧為了黨內的這個紛爭 大家都開始這個反水了 開始鬥我 一開始的時候大家別忘記 他不是剛提這個法案出來 本來剛這個立法院長選完沒多久 那個時候他就提案了 然後韓國瑜跟江啟臣還有一起連署 所以那個時候民進黨還批評說 韓國瑜你身為院長 你怎麼能夠幫忙連署這件事情 照理說應該院長 往例是沒有辦法這個去簽連署領權法案 那韓國瑜那個時候還特別發文 就說他心中只有一把尺 我覺得說對這個國家建設有好的這些民生議題 他還是會去簽 結果現在怎麼變成這樣子 我覺得他真的是覺得心裡苦 這個寶寶心裡苦 但是寶寶這個說不出 傅崑奇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個黨中央現在在講說什麼 好像說是怎樣 因為前幾天有新聞傳出來 講什麼這個黨團有成員 對傅崑奇不滿意 說朱立倫出手去制止去協調 然後才讓這樣的情勢比較緩和 我覺得這個有點太歌功頌德了 事實並不是這樣 今天還有媒體爆派講說什麼 講說這個傅崑奇以他個人主義 聯合黃國昌 瑕持韓國瑜 然後去號令朱立倫 然後會先怎麼查湖內的風暴 就是這個啦 對 聯合黃國昌 我覺得這三個都講的不對 聯合黃國昌 你不用去聯合黃國昌 黃國昌自己會跑過來巴著你 現在黃國昌想要巴著傅崑奇 瑕持韓國瑜 韓國瑜才不會讓傅崑奇能夠瑕持他 現在看起來是 這個反而是傅崑奇的希望 要求說韓國瑜裡面就有連署 那怎麼這個樣子 但是韓國瑜可能就是說 他自己心底下有其他的想法 韓國瑜的能量比較大 所以怎麼是傅崑奇能夠這個瑕持 那號令朱立倫就更不用講 朱立倫會聽他的話嗎 就是因為朱立倫不會聽他的話 才會有這篇新聞出來 因為他的邏輯說 傅崑奇這樣子搞下去會 危急到朱立倫明年的黨魁連任之路 我這就覺得很奇怪 現在大家不是都在說傅崑奇明年要選當主席 那如果傅崑奇這樣搞下去 國民黨的支持者 或者是國民黨黨員比較深藍的之前 應該會覺得傅崑奇做得好 明年我要支持傅崑奇 那反而才真的會威脅到朱立倫 怎麼會是說好像說這個傅崑奇這樣子做 然後好像是傅崑奇跟朱立倫是同一陣線的 所以你的說法是說傅崑奇總召目前的聲勢 沒有到一定的程度 他想威脅朱立倫主席的位置是不可能的 因為傅崑奇其實在上個月受訪的時候 他已經公開講了 他說第一個他不會選明年的黨主席 然後也不會去選什麼新北市長 因為有人在放話說他是想要選黨主席 想要選新北市長 他自己已經公開已經有講過這件事情 那以我的瞭解講這我的看法 我是認為說他如果真的要選黨主席 確實可能還是沒有辦法 還差了一些些講實話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樣的情況反而朱立倫看了最高興 有人在講朱立倫被傅崑奇這樣子一搞頭很痛 沒有他很高興 因為朱立倫現在在想的是明年黨主席 他想要連任嘛 那傅崑奇這樣子搞 搞一搞不就代表說好像就是傅崑奇帶頭在作亂 黨團的其他成員並不是這樣的想法 這個時候朱立倫的角色就有了 他就可以出來你看我們智庫 智庫不是有這個外流的這個這個建議嗎 說這個不可行 那智庫的執行 智庫的董事長是誰 智庫的董事長就是朱立倫 智庫是國民黨的智庫 那為什麼會這麼尷尬 連我都沒有看到這份文件呢 還想說警工內餐警務外流 然後我們就在媒體上面看到已經外流了 那肯定是刻意有人把它放出去的嗎 要去打擊傅崑奇要去攻擊傅崑奇嗎 因為現在看起來在國會改革無法通過之後 傅崑奇某種程度上變成是一個縱使之地嘛 綠營的對他仇恨值非常高嘛 可是藍營的為了要求生存 開始覺得說好 反正傅崑奇不是公開講了嗎 有事衝著我來我來承擔 好那就剛剛好 那就把事情全部都推給你 推給你來承擔 因為大家想要各自盤算的是 明年以後自己的路 因為我講實話現在就說罷免這件事情 其實這些立委才就任四個月 並還沒有半年 到距離明年能夠提出罷免案 還將近這個八個月的時間 但提出連署成案 可能都過一年半了 講真的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台灣人是蠻健忘的 所以說不一定那個時候 還會有這樣的氣氛存在 可是明年中 以後會有什麼大戲 就是國民黨主席選舉的大戲啊 所以各路人嘛 現在當然都是已經在為明年做盤算了 那朱立倫跟傅昆吉的關係 因為那一篇報導還在講說 這個朱立倫跟傅昆吉等於是命運共同體啊 說當年這個馬金這個聯合主黨 不讓傅昆吉回到國民黨黨了12年 結果就是朱立倫在當了黨主席之後 直接開了同舟計畫讓傅昆吉回來 那所以講說他們是命運共同體 那講實話黨內知道的人都知道嗎 他們的關係早在這個去年之前 就已經有點生變了嘛 因為朱生變的人就是認為說 傅昆吉好像就是挾著說 他好像跟朱立倫關係很好 所以到處在這個地方在外 然後這個好像去張羅東張羅西的 所以朱立倫其實是心裡是不太開心的 但是他也是有點啞巴吃黃的 講不出來為什麼 因為傅昆吉是我讓他回來的啊 我現在把他踢到一旁去 我反而更加危險啊 所以到頭來我覺得 就是大家要去看到底這個冤有 冤有頭再有主 大家要去找搞出這一門事情的人是誰 那就是朱立倫嘛 明玉姐那意思就是說 誠如剛剛於將軍所說的 朱立倫完全不太敢去處理傅昆吉的事情 就像傅昆吉什麼時候要下台階 下了之後朱立倫負責收割就好 我剛剛聽靖言的講法是說 朱立倫是故意放任傅昆吉這樣做 不管嘛就是不管嘛 因為他可能是研判說傅昆吉 你可能是不是還是沒有放棄黨主席的位子 因為我剛剛再去確認了一下 傅昆吉的確是在3月12號的時候 他明確的表示他不會去搶黨主席 也不會去選新北市長 他說他的主要任務是要幫黨內培育人才 可是大家都知道嘛 因為政治人物這個話聽聽就好啦 只是說如果未來傅昆吉他還是要選黨主席的話 那媒體就會把3月12號他講過這句話 一直repeat repeat repeat 就是我不選我不選我不選 那大家一定會這樣子嘛 可是如果他要選的話 你也拿他沒辦法嘛 那所以我剛剛是聽靖言的說法 是意思是說啦 反正朱立倫現在是挑戰的啦 就看你就是說傅昆吉你想跟我選黨主席 你都玩到什麼時候 所以我就反正你現在就翻車了嘛 我就放任你 我放任你這樣做 他現在大家就攻擊你嘛 那這樣子是不是少了一個對手 對吧 靖言是這樣嗎 我還要帶一個翻譯 但是我聽到的 我聽到的就是說 就即便是這樣啦 即便是這樣 但是現在朱立倫還是傷的 所以才會 因為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像靖言 這麼了解國民黨的這個操作 不太了解朱立倫這麼心思深沉 但是還是很多人會把這筆照算在朱立倫的身上 因為坦白講那個傅昆吉 當時他其實野心不只是當總召 他是要當副院長 甚至還要搶院長 那是韓國瑜後來在千鈞一髮之客 趕快先PO了他跟江啟臣的照片 然後趕快先擋了這一局 不然到當時 要怎麼做是不知道的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我認為說現在就是傅昆吉的這麼差 可是確實大家還是會把帳放在朱立倫頭上 我還是贊同他剛剛講的那一篇文 因為那篇文是非常資深的那個國民黨的 跑國民黨記者嘉峻寫的 那他還是有講說當時 我讚同是說當時馬英九 再怎麼樣不計 他還是就是直接擋了傅昆吉 不讓他回來嘛 江啟臣也不敢讓傅昆吉回來嘛 所以那時候徐曉昆 因為他這是金普通的這個弟子嘛 所以才會站出來講說 哎呀你傅昆吉是病毒啊 那時候當時大家群體工資 就是不讓傅昆吉回來 所以傅昆吉是停了九年耶 他的那個黨籍啦 他是2009年嘛 因為為了要選花蓮縣現場 不讓他國民黨不讓他選嘛 所以他用五黨籍去選花蓮縣現場 所以就此被開除黨籍之後 他是十二年都恢復不了國民黨黨籍耶 那也是朱立倫 直到了朱立倫江啟臣也不敢啊 後來直到了朱立倫 才開了這個同舟計畫 而且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話 朱立倫當時是特地跑到花蓮去 去把傅昆吉迎回來 顯示他對傅昆吉的重視耶 所以那個時候才有就傳說 哇這個傅昆吉跟朱立倫娃娃 可是剛剛靖言講的我後來有聽到 我確實也是聽到同樣的消息 就是說去年開始 因為傅昆吉就一直拿著打著朱立倫的名號 在在外面那個胡搞瞎搞 那所以搞到後來朱立倫就不爽 所以他們關係確實是有點有點裂掉 然後後來再因為這個選院長 立法院長跟總召這件事情 他們關係是 可是我覺得即便如此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像我們跑 當記者會聽到這麼多的消息 大家還是會把傅昆吉跟朱立倫 是get做會 而且我剛剛講過了 大家都不敢開這個門 只有朱立倫你敢開這個門 而且傅昆吉軟墓 當總召這樣子摸摸摸摸 摸到現在你看 對已經摸很久了 就是你到最後花東三法 是因為太多的新科立偉 去跟朱立倫說東說西 就不爽啊 對啊 然後大家講說 哇台階準備要讓傅昆吉下 看他下不下而已 太多新科立偉去跟朱立倫抱怨了 他們覺得說他們會有被罷免的危機 所以朱立倫才不得已再去出手 去擋這個 如果萬一花東三法沒有擋到的話 然後你現在整個新科立偉都氣溜溜 所以是太多人在抱怨 所以朱立倫才出手 可是傅昆吉 我最後要講的是說 傅昆吉他不死心 因為他喔 因為包括這個 就算韓國瑜講 就算李彥秀講 就算柯資恩講 可是他都沒在自己信道 沒在信道 因為他覺得說 這個都是你們霞天子一路之後 只要不是出自朱立倫之口 我都不會相信 對 因為柯資恩跟那個李彥秀嘛 算是朱立倫很壞的人 那柯資恩也講說 是朱立倫私下講說 這個花東三法已經被黑掉了 可是我知道 就我了解 傅昆吉他不在信道 他覺得說 反正這個只要不是朱立倫講的 你們這些人 都不能用霞天子一令諸侯 還要等到朱立倫親自出來講 還要等到朱立倫親口講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在挑戰 那至於最後他為什麼 現在要把鍋甩給韓國瑜 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他現在當了這個總召之後 太多人了 你說像是這個李彥秀 或是這個柯資恩 還有很多的一些立委 大家現在都開始會開始翻了 大家會覺得說 大家都是一票一票選出來的 你是一票我也是一票 那為什麼讀讀你花蓮王說了算 然後現在變成是 你的花東三法 然後搞到我葉元智 葉元智沒有這樣講過 但是如果是罷免葉元智 葉元智一定會覺得就衰 為什麼我去支持你的花東 結果搞到我自己板橋被罷免 那不是台中也是 那個桃竹苗 大家都是一樣嗎 就為了支持你的花東三法 然後搞到我最後要被罷免 大家會覺得這個對自己的位置都不保 所以我認為 就是說傅崑奇為了現在要鞏固自己 總召之位 所以他現在必須要拉一個 這個韓國瑜一起來 韓國瑜五十年兄弟 我們現在一起的 韓院長加油好嗎 我覺得韓國瑜聽到就 加油 我今天這麼慘 不是你害我的嗎 他那天真的 韓國瑜在設宴的時候 他走進去 他說我今天是來幫韓國瑜加油的 院長在國會改革受了很大的傷 院長加油 然後大家都聽到就 下巴掉下來 不是你害的嗎 還要幫韓院長加油 對啊 我覺得韓國瑜是六月六號斷腸食 點滴會在心頭 也是點滴在心頭的是 于北辰將軍 最近網路當中 大家一直在討論 于北辰將軍一直被霸凌 因為這一次慶祝黃埔建軍百年 那今天總統到鳳山陸軍官校主持校慶 那當時呢 于北辰將軍這個退役少將 就有特別很熱情的說 我沒有收到學校校慶的邀請函喔 但是引發了非常多網友的嘲諷 你們嘲諷到底有沒有道理 稍回來 于將軍會有全面最新的回應 MING PAO TORONTO